你不要对着我耳朵说话 痒 这跟内鬼有什么关系 我问你 如果脚踢到墙壁上 应该是脚尖向上 对吧 那这个脚印 为什么脚尖向下 你想说什么 你是想说 贼是顺着墙壁走起来偷金线的 金线是丢在码头 不是丢在仓库 还以为你够聪明 你不是跟我说过 你的几个主管 知道金线的部分消息吗 那你有没有想过 这里面有内鬼 隆帮主 你以为我那一万两 是用来打水漂的 在新思路 我从不许外人留宿 为什么偏偏把你请进来 你以为我查内鬼 我关起门来自己查 有可能打草惊蛇 而且 你收人钱 办人事 谈何利用啊 你以为我查内鬼 有内鬼你自己不查 还把我和龙珠帮捶了 你们龙珠帮也不是一点干系 都没有嘛 你以为我自己不查 说吧 脚印 内鬼 你怎么想的 结实 你把胳膊放在我耳朵边上 这 这是干什么 你试试啊 玄机就在这儿 不要胡闹 快点 磨磨唧唧 快点 快点 靠近点 你怎么出汗 很热吗 你不要对着我耳朵说话 痒 这跟内鬼有什么关系 想什么呢你 想什么呢你 这就是这个脚印 为什么朝下的原因 是干什么 男欢女爱吧 男欢女爱 男欢女爱跟内鬼 有什么关系 我让你进来查内鬼 不是查八卦 你的三个主管 都知道片面消息 那如果这三个主管 这件有串联呢 那这片面消息 就变成了整个消息 懂吗 这李俊儿肯定有情郎 而且经常在这个仓库约会 这就是证据 那情郎是谁 那就看你喽 看不 你怀疑是我 怎么你逗男女问题 就像白痴一样 你自己想吧 你一定是哪怕 我 我 你 你 我 快点 把箱子放到门口去 快 快点 快点 你们等会儿我 你撒在李俊儿身上的香水味道 确实和水生身上的味道一样 那你如何确定 他俩是接触之后侦然 这是武云阁特制的苏骨香 整个银城没人访得出来 听着艳苏的名字 就知道不是什么好东西 那你重点排查水生 你那三个知情的主管 还有一个没调查呢 齐正 难道李俊儿有仓库的钥匙 水生知道到货时间这还不够 你忘了 这两个主管都不知道下货地点 所以还有信息没有拼凑出来 要是你整个主管层都被我怀疑了 到时候你这天翻地覆了 可别给我赖账啊 我继续查去了 这 二马 二马 等我回家好不好 好 来 快跑啊 别跑 快跑 二马 别跑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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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二马 去那边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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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爹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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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怪 你睡着了 你们在干什么 我给我给我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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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你 那个 机制我养的 那不是我放的 要怎么办 随便你拿 这笔账 暂且给你记下 住手 干什么你 搅六股的线 你只搅了五股 这种断头 拿到市面上 定回我四手庄的招牌 起来 去吧 谢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时间酿酒 酿人 更酿精品 我们之宫庆祝六十天 才支出一匹文士精美 风情万种的卷 虽私仇值万钱 但人的时间莫不更加珍贵 更值得你们珍惜吗 今天怎么这么大邪火 他今天遇到棘手的伤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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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